東美軍議員、在地裡的吳坤菲理長 還有我們臺北市葬儀商業同業公會的徐曹菲理事長 今天還有很多媒體朋友,早安大家好 我看統計數字,去年2020年 我們臺北市採用環保障的人數達到了5316人 大概佔我們殯葬處處理人數的三成 這個數字我第一次看到的時候相當驚訝 事實上我問過很多市民朋友,他都不相信這個數字是這樣 事實上我在想這有幾個原因 第一,臺北市民對環保意識本來就相當高 因為我們在立市市政的這種滿意度調查當中 發現他們對環保的這種滿意度是最高的 然後對這種環保議題也相當支持 這個為什麼我們在臺北全臺灣推垃圾鑽用袋 在臺北市可以推行,雙北可以推行 其他臺灣其他地區到現在已經過了20年 這個政策還是沒有辦法擴散出去 也就是說臺北市民對這種環保的概念是比較能夠接受 要也能夠支持 所以才能夠讓這個政策可以一直持續下去 那麼另外一方面 臺北市民對這種新的事務接受度的能力也比較高 畢竟是一個比較國際化的城市 他對這種比較新的這種觀念比較容易接受 所以一個比較能夠接受創新的觀念 另一方面也是環保意識比較高 所以才能讓我們臺北市的這個環保障層 在過去幾年當中上升相當多 那今天這個是我們臺北市民政局殯葬 新開闢的兩個環保障居 今天這個是宿障居 洛宇松為主 那大概有8000個穴位 另外我們在陽明山的徵戰園 發葬區也有大概7360個 那我們在陽明山另外還有一個比較特別 我們有那個寵物的撒葬區 因為老實講現在毛小孩 很多沒有養小孩都養毛小孩 那這個寵物過世的時候 也希望有一個地方可以安葬他們 所以這個非常謝謝這個殯葬處 還有這個環保局也合作 把這地方環境也做一次整理 讓這個地方更優美 那我們希望說透過這種環保障的推動 讓整個這種 我們在這種塔位的需求 這種可以下降一點 可以讓整個臺北市 畢竟臺北市寸土寸金 所以需要有 應該怎麼講 這個土地可以更有效率的使用 所以非常謝謝殯葬處的努力 讓我們有一個這麼漂亮的環保障居 好 謝謝大家